大家好,我们很多人在炖大骨头的时候都是直接下锅炖,难怪做出来的不好吃 今天教你一个做法,肉质软来入味,不腥也不柴 首先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,再加入清水把食盐化开 接着再加入一大勺面粉,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,可以吸附骨头表面的血沫和脏东西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浇做菜,这将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,感谢大家的支持 抓匀之后再用流动的清水给它冲洗干净 接着把大骨头冷水下锅焯水,加入葱姜和料酒 很多人焯水的时候都是水开了再下锅 如果水开下锅的话,血水碰到热水就会凝固,里面的血沫就煮不出来了 所以一定要冷水下锅焯水 我们看一下煮出来很多的血沫,把煮出的血沫用勺子撇出去 焯水后冲洗干净再放入锅里,放入葱姜和干辣椒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这个大棒骨酱汁,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 加入适量的清水冒过食材,然后盖上盖子小火炖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打开看一下,哇,真的太香了 非常好吃的酱大骨就做好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,酱香浓郁,软奶油入味 真的是太好吃解成了 喜欢就赶紧做一家人尝尝吧 谢谢大家